嗨大家我是哲瑞教練 當你們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代表一個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沒錯你們今天應該看到桌上是什麼東西了吧 今天這支影片呢要來跟大家開箱一下 應該算是台灣首發 拿到這個踏板的 應該吧 我不確定有沒有 好啦先不要說台灣首發好了 反正今天就是這個Flavaro新的系統 的 Shimano踏板 支援了 新的這個裝置 上市的時間 所以呢今天我們特別來到了這邊 也就是鐵人的兵工廠 然後跟他們包下的這個場地 所以現在目前只有我一個人 那等一下呢我就來跟大家詳細的開箱介紹一下 這一次的這個功率踏板 還有什麼特色的地方 那跟上一代比較有什麼差別 最後呢我們也會來實測一下 就是我會使用我身後的這些功率訓練台 跟這個功率踏板 在騎乘當中 這些功率數據的表現差距到底如何 那我們就先來開箱吧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盒子上這邊多了一個 Shimano系統的號碼 之前呢舊版的 這邊是Look系統的話 這邊是沒有製的 那現在新版的話 多了Shimano的資源 那我們就開起來看吧 完全不一樣耶 他以前舊版的啊 這個地方是頭 然後會接到一個踏板 這是他舊版的踏板 如果是舊版的話 你會看到這邊有一個 一樣是感測器 但感測器的旁邊 這邊就會是Look系統的踏板 但現在如果是新的這個 Shimano系統的話 他單純就是只有 一根 這個感測器 然後感測器 中間的這個 中軸啊 應該就是讓你直接拆下來 然後可以把 Shimano的踏板組合上去 所以他這裡面有兩根這個 蠻酷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下面一層有什麼東西吧 開箱一下第二層 這邊就是 一樣的 很經典的 就是 他的這個磁吸式的充電器 他這個磁吸式的充電啊 我覺得很方便 就是 他直接這樣 這邊有兩個孔 然後這邊也有兩個磁吸式的孔 這樣 然後待會 充電的時候就直接這樣吸上去 你只要靠近 他就會自動吸上 那如果你在 不對的地方 其實吸是沒有用的 那如果你在 有磁鐵的地方 他會直接就是轉過去 所以 這個有一個防呆啦 那 你在 停在腳踏車上的時候 這個線也很長 你也不用擔心說就是 線太遠 然後你的充電會充不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一直都是 還蠻方便的 還有一根蠻經典的 就是他們家都會附贈給大家一根 超級大的這個 讓你拆 踏板的工具 六角 然後 再來下面就是一些 他的說明書 這個應該是他的 各國的萬用充 各國的萬用插頭 這個插頭我覺得還蠻值得介紹 我自己在一代的時候也還蠻喜歡的 他就是直接是 前面這邊就是一般 我們插牆壁 110瓦的充電頭 但是後面有兩條線 所以你出去的話 像出去比賽 如果你真的很怕沒電 你只要帶一個頭 就可以把你這兩個充電線 都直接接上去 那其實就 非常方便 就可以一次 用一個頭 你就可以 充你的兩顆 功率踏板 好 那我們開箱就差不多到這邊 我們就來看一下 他實體上跟上一代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吧 身為一個 專業的 汽車維修員 沒有啦 我們接下來要進行下一個步驟 開始前我先給大家對比一下 因為上一代我的 look 系統的踏板其實就這樣 一根是固定的 所以他就是中間軸層 其實是直接在裡面 但他就是只有這一根 所以特地我在 開拍前去準備了 這個 Shimano 系統的踏板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要把這根 塞到這個踏板裡面 但因為 我剛剛已經花了一段時間 把這個拆下來 這個其實 正常來講 買踏板 他中間一定會附這個 就是一般的軸層 那因為軸層其實 我覺得在拆裝上其實是沒有到很方便 那 如果接下來你們會買的話 我建議就直接給車店用 因為自己用 真的有點困難 那等一下我們就把這個 轉下來 然後 裝到新的 踏板上面 我們把這個拆下來的軸層 先放旁邊 這個就收起來 因為這是原廠的 那我們現在就不會用到他了 接下來我們就是把這個功率的 主要這根軸層 裝到踏板裡面 記得要在 裝之前找一下 他這邊有寫 R跟L 然後踏板也是 所以把 相對應的邊 給他鎖上去 那我們就 轉一下 鎖緊 這麼一來 你的一般踏板 也就變成功率踏板了喔 好我們 花了一點時間 終於把第一支 Humano的踏板 裝上去了 那其實 我們拿 LOOK系統左邊來對比一下 這是LOOK系統的左邊 那他的 側面看起來就像這樣 有沒有 這個下面就變成是 Humano系統 那這個就是原本LOOK 那這個就是我自己裝完之後的 Humano的踏板 給大家看一下 就像這樣 所以Humano其實整根的軸來講 其實稍微大一點 比較粗一點 那等下我的實測裝備啊 我會使用這個 WAHU KICKER BIKE 就是他直接上面就是有功率計的裝置 然後來偵測 我的功率 跟這個踏板式的功率 到底準確度差多少 那我們就把他裝上車吧 好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實測一下 我新收到的這個 FAVARIO ASHIOMA的這個 Humano系統 跟這台 WAHU KICKER BIKE 在實際騎乘當中 他的數據啊 在功率上面跟回轉數上面 會不會準確度差很多 那我們就來實測給大家看吧 待會呢我的車表 就會連上KICKER BIKE 我的手表 就會連上這個ASHIOMA的這個踏板 那就在 最後再來數據上的交叉對比下 所以我們就321起開始 準備GO 好目前已經 是熱身階段 我們就慢慢開始 那我現在看手表的這個數據啊 在 手表跟車表當中 其實這兩個數據我覺得都 看起來目前 目視啊 在同一個時間顯示的畫面 其實強度差不多 不會落差太大 還滿期待 最後 騎乘完成之後啊 他的數據比較 會不會有 很大的明顯落差 現在的功率其實滿精準的 很接近 好第一階段的5分鐘暖身結束了 接下來是20秒的185W 要維持一下 他的強度大概只有維持1分鐘 每20秒一個環節 下一個20秒 會把瓦數增加40W 會變成225W 所以慢慢維持 OK GO 第二階段 腿已經 馬上就覺得 有明顯的感覺 痠痛了 好也就是最後一階段 265W 20秒 休息了 接下來是3分鐘的緩和 120W 好 那我們已經完成實測啦 好那跟大家再簡單複習一下好了 因為其實我們第一次影片已經有拍過他的一些特色 那其實中間這個軸跟上一次的內容是一樣 他主要這次是換了這個踏板的系統 那在功率上面他使用的是一個叫做IAV的技術 那這個技術呢是可以針對你在踩踏過程當中去偵測到 你到底是騎乘站姿或者是坐姿的騎乘 那甚至在Garmin的這個數據裡面 他也會有支援這個左右扭力的這個趴數 還有這個順暢度 你都可以透過這個踏板來收集這些數據 那其實就比 大盤式的功率來講 內容就豐富更多 而且這個功率計的重量 在單側如果你是 沒有加這個踏板的話 大概是99公克 那如果像我們是用R8000的這個踏板 加這個功率計的這個軸 總共大概是154公克左右 所以其實重量來講 兩邊加起來大概300克 其實我覺得是還可以接受的狀態 那剛剛使用這個SHIMANO系統 這個ASHIOMA呢 其實他的數據整體看起來 跟我們用KICKER BIKE的這個數據啊 他的落差其實是非常接近的 雖然在一開始的設定上我們有一點點小失誤 就是一台的設定比較高 一台設定比較低 但是其實在兩個數據看起來 大家可以看這張圖 其實在畫面的這個坡度啊 曲折的這個鋸齒狀的部分 該上的時候就會起上 該下的時候就會起上 所以如果是以正常設定來講 我相信這個準確度啊 其實基本上是 無庸置疑的 就是 非常值得信任 因為我們在前一代的這個踏板 使用時間其實已經一段時間 到現在已經在 一年半到兩年左右 所以也非常感謝就是這個 Favaro廠商啊 他們在我 還剛開始騎腳踏車的時候 非常非常菜鳥 甚至那時候還沒有買自己的腳踏車 他們就已經寄了 第一組的這個 LOOK系統的踏板給我 在他們上市的這個SHIMANO系統之後 非常感謝他們還是 搶先的讓我體驗開箱 所以讓你們可以在全球首發這天 一起看到今天的這支實測影片 好啦 那如果你們是使用SHIMANO系統的話 非常推薦你可以參考 像這樣的功率踏板 因為在這個功率踏板 如果你是家裡有 非常多台車的朋友啊 像我們剛剛這樣騎完 馬上拆卸下來 你要換到其他車種的話 直接裝上踏板 你在不同台車上 都可以擁有一樣穩定的這個功率數據喔 那目前的價錢 我現在這邊得知的售價 單純就是 只有這一根棒子 沒有這個踏板的定價 是495歐元 也就是像盒子上看到這一根 以上一代LOOK系統 含踏板的定價是 569歐元左右 所以其實費用大概便宜了75塊歐元 好啦那我們今天分享就差不多到這邊啦 希望這支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我覺得這個功率踏板真的是人人必備 不管你有幾台車 你只要一個 六角反手把它拆下來 每台車都可以擁有這個功率數據的記錄喔 那如果你對這組踏板 非常有興趣的話 歡迎來鐵人兵工廠這邊 他們也有販售喔 感謝他們今天給我們包場了這個 這麼優質的場地 我是你的家人隊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